近几年太极拳这项运动项目深受广大群众喜爱 太极拳作为一项体育运动之所以具有养生保健功能 其奥妙在于移动无不动的身体活动 能给各组织器官一定强度和量的刺激 使体质朝着增强的方向上转化和发展 能有效的起到健身 疗疾 延缓衰老的作用 近日 我县太极拳协会邀请山东省日照市五连县大青山风景区的太极教练 来我县为太极爱好者传授陈氏太极拳实用拳法 我是去年七月末白初到山东日照五连县大青山 学习的实用太极拳 也是通过学习过程中有考察一下这个太极拳 觉得这个太极拳非常实用 我心想把这个拳带到咱随宾来 这样在年前我们和队友们商量了以后 我来决定请陈旭老师来给我们传播一下这种太极拳法的技术 大青山坐落于山东省日照市五连县 这座由泰山 宜蒙山 劳山 三山 渔脉聚起的高山 如今已成为太极圣地 培训过程中 陈旭教练的一朝一世都透露着太极拳的精髓 充分展现了陈旭太极拳实用拳法的魅力 这次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把我们的太极拳带到北国的随宾县 把我们的太极拳事业发展起来 将我们的实用拳法在这个地方生甘发芽 并且壮大 带动全民健身 为我们的健康事业做一些贡献 学习过程中 太极爱好者们以饱满的热情和认真的态度刻苦训练 基本掌握了陈旭太极拳实用拳法的要领 大家表示 要充分利用此次培训 做好太极拳的普及推广 给更多的人带来健康 通过这次学习 我觉得不论是从拳法上 拳技上都有不同的提高 同时呢 我觉得从静心 养心这块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感受 不论从各方面 在太极也好 自己的身心健康都有不同的提高 不论从静心出现